中超巨星将立一队,胡尔克清晨不续约上岗,四年赚6.2亿收到欧洲报奖。 球队外援兼队长胡尔克在接受环球体育采访时透露,自己与俱乐部的合同年底就到期,但是自己准备不续约了。 胡尔克透露,其实我一早就说过不想续约了,现在我收到了很多其他球队的报奖,不同国家的俱乐部都有, 包括可以踢欧冠的豪门球队以及来自家乡巴西的球队,甚至也有其他中国球队给我报奖。 胡尔克还透露自己的选择标准,现在对我来说前已经不是第一位了,我想得到真正的开心,暂时我会把转会事宜交给经纪人,他会给我意见,直到12月份合同结束,我就是自由球员了。 在2016年加盟上岗初期,就有媒体透露过他的心经,巴西巨星的年薪高达2000万欧,四年来他赚取了接近6.2亿人民币, 但由于接下来中国足协会有更严厉的献心令,胡尔克等巨星想以高薪续约,确实难上加难。